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的雷锋日 我们应该去做点有意义的事 对呀 我们要学习雷锋的精神 不如 我们去帮助人类打扫房间的卫生 也来做个活雷锋 好主意 那就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没吃饱还要打扫 是博士 博士 你在打扫厨吗 幼儿园的智能保洁系统坏了 所以我去当志愿者帮忙搞卫生 怎么样 我很受小朋友欢迎 博士 有小灵珠的消息了吗 没错 这次还是代表正义的一席小灵珠 小灵珠出现在哈利发塔内 也被称为迪拜塔 是目前地球上最高的建筑 迪拜塔高八百二十八米 楼层总数一百六十二层 十分壮观哦 五行火车已经传送过去了 我要去幼儿园帮忙了 原来小灵珠在迪拜塔啊 老大 小这么多 小心点抽筋啊 闭嘴 小心我垫到你抽筋 快走 这就是五行火车啊 这个五行火车简直帅爆了 说明书上说 这可不是普通的火车 等一下就知道 围帮忙 下午出发 卢大 我们在等什么呢 当然是等五行蚂蚁啦 我们不去找小灵珠吗 你怎么一点都不用脑子呢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守株待兔 哦 我们叫守株待兔 嘿嘿 这叫做战术 哦 我懂得老大 那我们就边睡边等吧 我叫你半天 你就知道吃喝睡吗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启动 转叶 快点停下来 要装上去了 上车 上车在哪里 不要啊 妈妈咪啊 好害怕 转叶枝门开启啦 火车 发明真是太伟大啦 是呀 太刺激了 小灵珠在哪儿呢 小灵珠 快出来吧 找到了 这里怎么会有沙尘 小灵珠 小灵珠 别跑 木头顿 快点拦住他们 雷珠珠抢走了小灵珠 灵珠招呼爱 小灵珠 看我闪电的厉害 天险雷破 换灵水炮 飞起来了 快点把小灵珠交出来 我给你 不过你要先给我松绑啊 不然我怎么能把小灵珠拿给你啊 炫乱了你们的阵脚 就从你下手 天险雷破 小心 谢谢你 不用谢 你没事就好 哇 好有大侠的风范呀 小灵珠呢 快去 别让他们拿到小灵珠 我懂得 老大 踢到那么高 赶你们怎么拿小灵珠 你脑子短路了 我是让你抢回来 不是让你踢飞的 你别急着生气 五星蚂蚁要爬上去了 有了 天险雷破 啊 发现这不是的 我只是不小心发现了个电力装置 所以忍不住做了些手脚 没错 现在里面的电路板已经变得跟我一样 短路了咯 快快 整栋大楼的电力都会聚集到这里来 错了 如果真是那样 巨大的能量会把这炸半天的 炸就炸呗 咱们马上就要拿到小灵珠了 有的是时间逃离 不行 灾难来临 我们怎能袖手旁观 对 金大侠 我支持你 我们不是说果要学习雷锋了吗 路见不平就要狭义相助 我也觉得应该去阻止它 真拿你们没办法 我们把线路拔断 阻止天理通路 土豆豆可以用你的黏土绳子 看主飞锁 一 二 三 这帮蠢家伙 你们慢慢折腾吧 小灵珠我拿走咯 大家加油 一 二 三 下次小灵珠是本天才的 没想到这次我们不仅阻止了灾难的发生 还把小灵珠夺回来了 看来多做好事没错呀 对呀 我们还有好事没做呢 忘了帮人类打扫房间了 我们回去继续吧 走 到底就这么久了 一颗小灵珠都没有收集到 你 你就知道吃 吃饱了 才有力气呀 布兰星是一个科技和文明高度发达的星球 然而环境的污染却让这个星球面临困境 最近布兰星的植物正在遭受百年不遇的灾害 如果不能研究出致命病毒的解药 整个星球的植物都将会有灭顶之灾 这次一定能成功 又失败了 布兰兰 别气了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的 你可是布兰星球最棒的植物学家 加油啊 谢谢你们 我一定不能放弃 我要重头来过 婷婷 工作累不累呀 不累 晚上回来吃饭吗 不会 要不我送点吃的过去给你 不吃不吃 没事我要挂了 我还要工作呢 可是 又失败了 木屯屯 你怎么不回家看看妈妈呢 也许看到妈妈心情就好 实验就成功了 我宁愿用回家的时间 来做更多的实验 可是 别说了 我还要做实验呢 这些植物都不对 还是没成功吗 就差一种草药了 可我怎么也想不出来差哪种草药 吞吞 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真是个小迷糊 今天是你的生日 吞吞 晚上想吃什么 妈妈做给你吃 随便 那吃果子蜜好不好 吞吞小时候最喜欢吃了 吃什么都行 我去忙了 吞吞吞吞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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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了 烦死了 哦 说话 端端 快来救我 妈妈 怎么了 我在树林 妈妈说话 快去救妈妈 可端端妈妈会在哪里 我想起来了 妈妈说要给我做果子蜜 她一定是去百明山谷採果子去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哪里呀 妈妈 你到底在哪里 我好想你 都是我不好 妈妈是为了我才到山上採果子的 我真不是个好孩子 这不是木吞吞吗 你怎么了 你怎么认得我 你是星球唯一可以和植物说话的孩子 我当然认识你了 百花树爷爷 妈妈遇到危险了 可我不知道去哪找他 这我也不知道 都怪我平时没有照顾好妈妈 可这也没有办法 我工作也是为了拯救布兰星的职务 必须要尽快找出抑制病毒的办法 木吞吞 小涕者 其为人之本也 你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工作 而忽视了妈妈的感受 你要试着去读懂你妈妈 你是说妈妈的感受 没错 对于妈妈来说 只要能幸福地和你一起生活 就已经很满足了 妈妈妈妈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对妈妈那么冷漠 不该嫌她唠叨 木吞吞 不要着急 我来试一下 百花树爷爷 你能帮我找到妈妈吗 我帮你召唤山谷植物的力量 去找你妈妈 去吧 叶子会带你找到妈妈 妈妈 吞吞 妈妈 我马上救你上去 我的脚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一个人来这么危险的地方采果子 吞吞 妈妈受伤是小事 你的工作才是大事 不 妈妈 这对我来说就是大事 我来帮你下山吧 吞吞 累不累啊 妈妈 对不起 我为了工作 从来没有好好陪过您 更没有关心过您 照顾过您 我真是太不孝顺了 你能这么想 妈妈感到很欣慰 我又怎么会责怪你呢 回去后 我要留在家里 好好照顾您 孝顺 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妈妈 我帮你按摩 只是吞吞吞和研究所请了假 妈妈 喝茶 好好照顾妈妈 妈妈 我去浇花 妈妈 您种的是什么植物啊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是薄荷草 人们以前经常用它来消炎 不过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起来了 这种薄荷草太特别了 说不定对我的实验有帮助 那你赶快拿去实验室 试一试 妈妈 我不回去 我已经答应留下来照顾您了 吞吞 你不光要有一颗孝顺的心 还要有一颗仁爱的心 你除了要爱妈妈 还要为星球上的所有人做贡献 妈妈 我明白了 我这就会实验室 太好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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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屯屯最棒了 恭喜木屯屯研究成功 现在授予木屯屯布兰星球最高成就奖 让木屯屯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今天我能获得这个奖 我要谢谢我的妈妈 没有妈妈的支持 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 百花束爷爷告诉我 孝剃者 题为人之本也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将人家的文明精神 传播到整个布兰星区 蚂蚁皇后 你的成就和你颁奖礼上感人的发言 深深的打动了我们 我们正需要你这样出色的蚂蚁 来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你愿意接受吗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木屯屯明白了人孝的道理 并以身作则孝顺父母 关爱别人 成为了布兰星人之代表 女伙伴们一起去往新的星球 继续她的人爱之力 为梦想出发